为展现足以传承计划的成果 日前逐山岛街情报站也办理 为期月一个月的成果展活动 展出学生们的主编作品 那后面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年传习的成果 我们把这一次大家做的平面编织呢 上这个展架 让同学们可以把这个展架的成果呢 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那和在地有一个连结 我们还会有一个比较正式的成果展 那这个正式的成果展呢 就是由我们这阵子以来的 所有的立体的作品呢 我们都会展示在我们老街情报站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也可以来参观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展 大概会有一个月的时间 能够学习竹编 学子们也懂得这项工艺的不凡之处 并对地方文化特色进一步的认识 就是学竹编以前 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然后以为做起来会很简单很容易 但是其实做下去之后 实际去做的时候发现 其实很困难 就是需要多练习 然后要反复尝试很多次才会练 希望以后可以在专题里面融入竹编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竹编这项艺术 此次前来授课指导学生的老师们 也都希望透过课程 传承并培育更多人才 让竹山工艺界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如果我们开一般如果是十几个 至少如果有一个或两个 真的是从事这一块 认真在做创作这一块 这样子就值得了 就有办法把这项工艺 渐渐的一直在做推广 一直在延续下去这样子 竹山本身就是一个竹子很多的一个地方 我们要善良这样的地方工艺 如果这样的一个地方工艺 我们有推展出去 其实它可以发展到世界各地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未来 一个种子的培训的一个方向 竹工艺近年能够从没落转为兴盛 先远蔡孟儿也感谢地方工艺师们的 投入与付出 并希望透过此次课程将竹编工艺 永续传承并推广发扬 竹工艺在这几年来 在许多工艺师的一个专研之下 可以说日清月异 可以说大方光彩 可以让很多人来均定 我们第三个地方做出来的工艺品是高贵 而且又非常的有文化的一个传承 我们希望这个课程 可以让竹工艺来传承这项技艺 让我们族的工艺继续延绵不断 也让我们族的工艺来发扬光大 议长和正锋肯定此计划办理的用心 将竹编这项地方特色工艺来做传承 也希望透过课程学习后 学者们之后也能来做推广 让竹编工艺能够永续发展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